中天群有现场关注是Delta病种在南韩大爆发并且扩散 连续两天都破了1600例的感染 专家对于防疫有不同声音 更多内容把时间交给欣宜 我们先来看最新消息 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案 确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 不能进入美国市场 法案还必须在这个众议院通过 在送交白宫等待总统拜登签署惩罚 而这项法案将会禁止制程当中 迫害新疆少数民族的产品进口 因为现在目前新疆原物料生产非常丰富 因此涉及的产品也相当的广泛 包含棉花 糖 番茄 还有煤炭 许多涉嫌这个强迫新疆少数民族劳动的成衣加工厂 甚至是制鞋厂的产品 也在禁止进口的名单当中 来关心疫情 现在就是Delta变种病毒 在南韩的部分 朝鲜日报以及韩联社都有报道 上个星期的南韩病例当中 大约有两成确诊的感染Delta变异株 感染Delta变种的人数 在五个星期之内增加了七倍 南韩中央疾管局预计 到了八月Delta变异株 将会成为南韩新冠感染的主流 而今天出炉的这个确诊数字更是显示 Delta变种已经扩散到非密集人口的区域 也就是说已经扩散到首都圈之外了 南韩原本是在一号的时候放行 只要打过世卫认证的疫苗 包含了AZ疫苗 辉瑞BNT 莫德纳 娇生 还有大陆国药 以及科兴疫苗 接种的进入南韩前后 经过三次PCR检测 没有染疫 就可以直接免除14天的隔离 可是现在南韩一届开始有声音 出来批评 大陆疫苗的效力 本来就受到世界的质疑 可是现在南韩却是全世界 第一个放行接种免隔离的国家 警告可能会对南韩的未来 制造另一个疫情破口 因为有一个研究院的数据指出 接种科兴疫苗 比率现在在智力高达51% 当地每天还是有5000多名 新增的确诊 在印尼接种大陆疫苗 也发生过350多名医护人员 被感染了 中央灾难安全对策 本部首席官员就说 第四级防疫措施发挥效果 是需要时间的 那么防疫成果 也最快在一个星期之后 最慢两个星期之后才会显现 希望民众现在尽可能减少接触 让疫情在两个星期之后 看到稳定的迹象 但是南韩现在连续九天 每天确诊都超过1000例 目前最新的是军方参谋本部说 现在在海外执行任务的海军部队 就是第34梯队文武大王号驱逐舰 传出有六名官兵在舰上确诊 现在军方正在扩大筛检当中 而这支部队是在今年二月的时候 启航执行任务 舰上官兵全部都没有接种过新冠疫苗 那么出现症状的官兵呢 据了解是在上个月底的时候 大概是六月底的时候 在港口执行军用物资的装载任务 为了避免更多感染案例 现在目前南韩军方已经先把确诊的病例 还有其他有症状的人员 全部都隔离在舰艇上 同时也要尽速为舰上三百多名官兵进行检测 军方说现在还在研讨 是不是要把相关人员先送回南韩 正当各国都专注在防疫 还有施打新冠疫苗的时候 世卫还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最新报告指出 其实疫情严重影响医疗部门的运作 全球有两千三百万名的儿童 因此错过了漏打了 施打这个例行的疫苗 其中有一千七百万人在过去一年 可能连一剂疫苗都没有打过 这个部分指的就是一些致命的疾病 而这些疫苗包含麻疹的疫苗 小儿麻痹还有白猴破伤风 以及百日咳疫苗 其中麻疹不仅是有传染性的 对于五岁以下的幼童来说 更有致命的危险 可是跟二零一九年相比 没有施打麻疹疫苗的儿童人数 却增加了三百万人 而小儿麻痹则可能让感染的人 肌肉无力萎缩影响到的是医生 因此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现在都提出警告 疫情虽然严峻 可是在可预防的儿童疾病上 没有做好管控 恐怕会造成更多问题 世卫现在也站出来呼吁各国 避免太早解除公共卫生 还有社交距离的措施 就是在除了要避免病毒株 持续扩散的情况之下 也要担心会危害更多的小朋友 路透报导 世卫的首席科学家 现在有最新说法 他是斯瓦米娜坦 他在昨天前天的时候呢 在被追加 问到追加疫苗的时候呢 他说过混打疫苗 是有点危险的趋势 如果一个国家之中 民众开始自行决定 什么时候和哪些人 可以施打第二剂 第三剂 或者是第四剂 那么情况会十分混乱 说混打疫苗呢 是无数据地带 但是他现在最新说法 在推文澄清 他说的话 他解释 他是建议一般民众 不应该自行做出决定 公卫单位呢 是可以依据手边的资料 来做出混打这类的决定 他还说呢 混打不同厂牌疫苗的数据 还要再等等 免疫源性 还有安全性呢 也都是要评估的 但是混打疫苗 其实现在在欧洲 很多国家都有提出来 是可行的 因为很多欧洲国家 是认为混打疫苗 可以提高抗体 而其实德国总理梅克 在打完第一剂 AZ的时候 他第二剂 是有选择莫德纳的 那么目前在英国的 牛津大学 是正在进行 AZ疫苗 还有BNT疫苗的 这个混打实验 另外呢 也会针对莫德纳疫苗 和诺瓦克斯疫苗 混打的这个实验 只是至于混打 是不是真的提高抗体 还是能这么做呢 目前其实大家都 还在等待进一步的实验数据 以上是全球现场 为您掌握最新状况 在疫情之下呢 意外促成 婴儿潮 美国德州医院 短短91个小时 接生了107位的婴儿 妇产科真的忙翻了 但是非常的开心 而另外在欧美国家 随着疫苗大量接种 很多度假胜利开放 涌入大批的游客 像是在夏威夷 人挤人 有些热门景点 现在决定要提高 对外地人的票价 希望能够以价质量 减少生态破坏 医院里刚出生的宝宝 一支牌开 可爱的模样 让人为之融化 美国受疫情影响 封锁一年多 意外促成了婴儿潮 德州一家医院 竟然在短短不到四天 也就是91个小时内 接生了107名婴儿 打破医院在2018年 短时间接生婴儿的记录 让妇产科和生产团队忙翻天 院方表示应该是这段时间 夫妻在家没事做 尽管在疫情下迎接新生命 还是让人开心又感动 随着疫苗大量接种 欧美陆续解封 独家升级夏威夷的观光 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七成 大量美国游客涌入 享受沙滩阳光 到处挤满人 知名肤浅圣地欧湖岛口龙湾 为了保护生态 入场人数从单日3000人 降到1700人 外地人的门票也提高 两倍价格到25块美金 而英国三分之二的成人 已经接种两剂疫苗 将在下周19号大规模解封 放宽防疫限制 社交距离规定等等 夜店也将重新开业 尽管部分专家觉得太快太轻率 早已闷坏的民众 大概已经等不及准备大解放 记者综合报道 欧美各大媒体在13号报道说 世卫组织专家说 混打不同厂牌的疫苗 这是个危险的趋势 但其实许多国家早就已经开始 实施混打疫苗了 因此这样的言论引起了争议 专家在推特上澄清说不是这个意思 他是建议民众不要自行决定混打 万媒报道 世卫组织专家声称 混打疫苗是危险趋势 引发轩然大波 不过专家推文澄清 他不是这个意思 回顾当天记者会 他到底怎么说 就是这段话让国际各大媒体解读 认为世卫专家就是在说混打有危险 但专家在推特新闻连结下方澄清 他是在警告民众 个人不要自行决定混打疫苗 但是各国的公卫机构 如果根据现有数据 还是可以决定要不要混打 这消息也让早已大规模 混打疫苗的加拿大和德国人 松了一大口气 欧洲逐步解封 却面临Delta变种大侵袭 新增确诊数激增 欧洲疾病预防管制中心警告 恐怕到八月底前 有高达百分之九十的新增病例 都是感染Delta变种 因此欧洲药管局呼吁 规定该打两剂的疫苗 就应该好好完成两剂接种 这样才能有效对抗Delta变种病毒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